请大家合掌 各位年友 南无阿弥陀佛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佛说观无量寿经》 上一次讲了《日想观》 今天接着学习《水想观》 请大家合掌 此作水想见水澄清 逆令明了无分散意 既见水已当起兵想 见兵影切作流离想 此想诚意见流离地内外影切 下有金光七宝金床 平流离地 其藏百方 百里聚足 一一方面 百宝所成 一一宝珠 有千光明 一一光明 百万四千色 影流离地 如亿千日 可可惟 不可惟见 离地上 以黄金星集至鸡彩 以七宝界分齐分明 一一宝中 有五百色光 奇光如花 有此星緣 元柱虛空 成光明台 流角千萬 百寶合成 於台兩邊 各有百億花藏 無量樂器以為莊園 百種清風從光明出 古此樂器 演說苦空 無常 無我之音 視為水賞 明第二觀 這一段水賞觀的經文 意思是 日賞觀成功之後 就進行水賞觀 觀水 情靜清澈 令到水清楚 明瞭地浮現 心念不可以分散 觀水清楚之後 接著就要觀冰 又觀上水變成冰 見到冰晶晶滴透 觀完冰之後 你又要接著把冰觀成流淋 流淋觀上成功之後 就見到極樂世界流淋大地的淚淚透明 極樂世界流淋大地下面 是由七寶金床支撐著的 七寶金床是八面八方八角 每一面都有八種寶物構成 每一粒的寶珠都有千度光明 每一道光明又有八萬四千種顏色 影照在流淋大地上面 就好像八千萬億日光同時閃耀 不能夠一一分別清楚 流淋地上面 又有好像用墨省壇出來 那麼直的望金道路 中環交錯 路面又有七寶排列整齊 界線分明 每一種寶物 各有五百種色光 好像花一樣開放 又好像聲樂閃耀 懸掛在焙控之中 形成光明台 每一個光明台 又有千萬流角 都是由百寶合成 光明台兩邊都有八億花床 無量的樂器非常莊嚴 從光明中生出八種清風 這些清風吹在每一件樂器上面 又會發出微妙的音聲 演奏出苦、空、無常、無我的真美之音 這個真的要靠我們自己去領悟 這個極樂世界的景象 真是我們的頭腦有時轉不到彎 有時想像不到 但暫時只能夠靠大家去領悟 領悟多少就算多少 等以後去到極樂世界的時候 我們自然就明白了 就不用說話 智慧度 去到那裡的自然就清楚了 他說 這一種由水到冰 又由冰到流離 又流離 看到極樂大地的這種觀法 就叫做水上觀 易 即是第二觀 好 下面我們來學習地上觀 請大家合掌 此想成時 一日觀智 極靈了了 閉目開目 不靈散失 為隨遂事 行益此事 如此想者 明為粗見極樂國地 若得三門 見比國地 了了了分明 不可據說 是為地上 明第三觀 佛高阿難 與此佛語 為未來世一切大眾欲脫苦者 誓是官地法 若官是地者 隨八十億劫生死之罪 捨身他世 必生靜國 深得無疑 作是官者 明為正官 若他官者 明為邪官 好 這個地上觀的經文 意思是 當這些觀賞成就之後 水兵流離 一一觀賞 秒秒分明 睜開眼 閉上眼 你都不會忘記的 除了睡覺之外 因為事時都要記住這件事 這樣的觀賞 就叫做粗見極樂國地 如果能夠正得三門 便能夠了了分明地見到極樂大地 這麼莊嚴殊聖的景象 是很難用語言詳細去講的 這個就叫做地上觀 亦就是第三觀 世尊就吩咐 阿蘭 阿蘭 你要記住我說的話 你要為未來世 一切想從奉府裏解脫出來的大眾 宣講 觀賞極樂寶地的方法 觀賞極樂寶地 能夠滅除八十億劫心死之罪 命中的時候 就必定可以往生極樂清淨國土 大家一定要深信不也 如果是這樣觀賞 就叫做正觀 因為能觀的心和所觀的景 是一致的 如果觀到的景不同 就是邪觀了 好 下面我們接著 繼續學習這個寶樹觀 請大家合掌 佛告阿難及偉提希 避想誠意 次觀寶樹 觀寶樹者 一一觀智 作七松行樹上 一一樹高 百千有巡 其珠寶樹 七寶花園 無不拒足 一一花園 作二寶式 流離式中出金色光 玻璃式中出紅色光 馬露食中出露珍珠光 馬條式中出麩珍珠光 車鮮式中出麩珍珠光 珍珠光 珊珠眶珍珠光 一切中寶以為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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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天童子自然在宗 一一童子 五百亿色家皮靈 騎摩尼堡以為英樂 騎摩尼干 照白猶巡 猶如和合百亿日月 不可貴定 眾無監錯 適中尚者 此處暴暑 航航相當 葉葉相馳 於眾葉間 深珠妙花 花上自然有七寶果 一一樹葉 眾往正等二十五有巡 奇葉千色 有百種畫 如天應樂 有眾妙花 作嚴浮談今色 如船火倫 遠轉葉間 永生諸果 如底色平 有大光明 花成藏番 無量寶貴 無量寶蓋 是寶蓋中 永現三千大前世界 一切佛事 十方佛角 亦於眾言 見此樹矣 亦當此第一一觀之 觀見樹敬 知 業 花 果 皆靈分靈 視為樹上 明第四觀 好 這個寶樹觀的意思就是 世尊又對柯蘭尊者及鬼堤希夫人說 地上觀 觀成之後 接著就觀賞極樂國土的寶樹 觀賞寶樹 亦要每個細節一一觀賞 先觀賞七重行事 每一棵樹都高達百千遊巡 這些寶樹 根 徑 花 葉都是由七寶轉雙間窄 一一花葉都散發出不同的寶光顏色 青榴梨色裏面會發出金色光 透明玻璃色裏面會發出紅色光 紅玻璃色裏面會發出白車渠光 白車渠色中就發出綠珍珠光 又有紅珊瑚 黃虎柏 一切中寶 膠相 廢影 裝飾著七寶寶樹 樹上覆蓋著奇妙的珍珠寶網 每一棵樹上都有重重的寶網 每一重寶網之間 又分佈著五百億苗花宮殿 每一棵宮殿都像大凡天王宮殿 裡面自然有朱天童子 每一位童子的身上 他們都佩戴著五百億 釋迦皮靈騎 摩利寶珠 造成的嬰樂 其中每一棵摩利寶珠的光芒 都能夠照到一百猶巡禁圓的地方 這些中寶嬰樂就好像 醉合了百千百億的日月 光明 摧綻 無法子 廖述 無數的尊寶 間閘交錯 淋落滿目 展現著最燦爛的色彩 這些寶樹 行行相當 葉葉相對 排列得很整齊 在眾多樹葉之間 開著果果 微妙的鮮花 花上 自然又結了七寶果實 再看看那個樹葉 每一結塊的樹葉 長和闊都是各二十五猶巡 它們有上千種的顏色 上百種的紋路 就好像天嬰樂 自然形成 各式各樣的妙花 呈現炎浮彈金色 形態就好像那些旋轉的果量 在樹葉之間軟轉地展現 眾寶妙果 在花間 好像泉水般噴湧出來 那些果實和花是同時出現的 這一個就叫做花果同時 我們再對照一下現在 我們這個世界 絕大多數的花和果 都是分開的 多數都是出了花 才有果 紀錄世界就是花果同時 淨土的妙果 又好像帝式天的寶平 散發出盛大的光明 這些光明又化成無量的藏番 寶蓋 寶蓋當中 又映現三千大千世界一切的佛事 十方佛國也都在其中顯然出來 整棵寶樹在心中完全顯然 然後再按照次序觀賞其他樹 觀賞樹棍、樹葉、花果等等 令到這些都了了分明 這一個就叫做樹上觀 亦即是第四觀 下面我們來解釋一些明像 雖然之前在說無論壽邊的時候都說過 但有些是很普遍 而且有些是比較重要的 我們都會再解釋一下 由秦 這個由秦就是古印度行軍的理程 一般來說有幾個數字 我們這個比較普遍 它就一般一句由秦一大 它是等於現在的四十里 這麼長的距離 即是二十公里 第二項 釋加肥林騎摩尼寶 這些是比較難解釋的 因為我們見又見 沒見過 聽又不是很清楚 因為它的解釋本身 亦都是用一些我們都解釋 看不見的東西去解釋 所以亦都很難明白 知道一下便可以 我覺得 它的解釋是甚麼呢 是低色天的頸色 你想像一下 低色天掛頸是裝飾的 那樣東西 亦是佛菩薩的裝飾物 所以這是一個很殊聖莊 很漂亮的裝飾物 是掛一條頸部的 佛菩薩也經常掛 這個呢 知道那麼多 知道先 其他那些去到紀律世家 才有無分知的東西 我們不想花太多時間 你花多少時間 搞得都搞得不清楚 有些事情 知道一下 是這樣的 OK便算了 然後這個也是 不是的 這個延浮彈金 延浮彈金 延浮彈金的意思是 在延浮樹下邊那條河 那條河下面的黃金 你看看 多複雜 其實它是想說黃金 它是說黃金的顏色 那裡的黃金 其實就是紫磨金色 即是它說法不同 那這個呢 我們呢 所以將它呢 掌重在一起 就是紫磨金色 那紫磨金色又是怎樣呢 其實就是黃金裡面 成數最高 最漂亮的黃金 這樣 知道那麼多 都OK的了 好 那下面呢 我們繼續學習那個 保持觀 請大家合掌 似當賞水 欲賞水者 極樂獲土 有百瓷水 一一瓷水 七寶所成 其寶由遠 從魚耳珠黃生 分為十四支 一一支作七寶妙色 黃金為渠 渠下皆以雜色金光 以為底沙 一一水中 有六十億七寶蓮花 一一蓮花 全員正等十二柔巡 其摩尼水 流著花間 沉樹上下 其聲微妙 演說補 空 無常 無我 諸波羅蜜 福有讚歎 諸佛尚好者 如意諸黃 湧出金色 微妙光明 其光化為百寶色廟 和名哀雅 常讚念佛 念法 念真 思為百 功德水上 明第五觀 好 這是保持觀 保持觀的意思是 接著下來 應該觀賞 極樂世界保持的水 觀水的時候 觀極樂國土 有七寶慈 八功德水 一一慈水 都是由七寶所成 七寶非常柔軟 在池中的如意諸黃流出來 如意諸黃湧出的寶水 它是分為十四條支流 分流國防 每一條支流 都呈現七寶的微妙顏色 保持為黃金色 池底下面的底沙 都是彩色的金光寶石 每一條渠裡 都有六十七億七寶蓮花 都有六十億的 六十億七寶蓮花 每一堆蓮花 團團圓圓 大小雙等 都是由十二柔巡 都是由十二柔巡 從如意諸黃流出來的 魔力寶水 在寶蓮花之間 它很輕快 很寬快地流淌 同時 它會沿著岸上的寶樹 上上落落 它很有個性 是一個生命 當作是一個生命 這樣去理解一下 微波相觸 水流發出微妙的音聲 演說苦、空、無常、無我 以及六波羅馬 又有讚嘆諸佛相好的聲音 從水的源頭 即是池中的宇珠黃 放射出金色尿光 花成百寶色的種料 變了很多雀鳥 很多種雀鳥 遙相莫名 愛切優雅 世事都在讚嘆念法念真 這叫做百公德水官償 也即是第五官 下面我們解釋一下明上下 沉樹上下 意思是水沿著順著 波樹上下流動 這就是生命 它是有意識 它是自己懂得轉彎 懂得上上落落 在七寶池八公德水 這是七寶池八公德水裏 特殊功能的妙容 我們當作生命 這是靠我們想像 沒有辦法 因為我們這個世界 沒有可能有這樣的水 波羅蜜 意思是 道彼王 即是大乘菩薩所修的六道 包括布施 慈戒 忍辱 精盡 禅定 波耶 下一步 相好 相好 其實是說兩件事 一個是相 一個是好 是這樣的部分 佛身微妙莊嚴 明顯看到的莊嚴部分 通常是叫做相 比較明顯的 細微的 有些不太容易看到的 比較細微的莊嚴部分 通常是叫做好 好 佛經中說 法佛有三十二相 多少種好 八十種好 八十種好 這個就是這樣 三十二相是指明顯的 好是比較細緻的 不太明顯 就是叫做好 報佛有八萬四千相 每一相 又有八萬四千好 這個更加之多了 這個八公德水 之前也說過 這裏也是提一提的 八公德水 實際上說了 有八種功德 我們再溫一溫它 這八種功德就是 情靜、清冷、甘美、柔軟、潤質、安妄 還有隨機解渴、掌揚朱根 我覺得八公德水這幾樣東西 最令人震咸的就是掌揚朱根 真是很難的 所以從這裏 我們都可以看到一些 很明瞭的 就是《極樂世界》那個地方 你想想 那些水 你喝它就可以掌揚你的朱根 那你有什麼理由 有什麼辦法不進步呢 有什麼辦法不很快成佛呢 所以你一定 一到極樂世界 第一件事就是 不會退轉 一定不會退轉 而且很快成佛 因為它那個環境是這麼美麗 是這麼莊嚴 所以 期待 我們今世 一定要去哪裏 一定要去啊 是不是 沒有收拾 好 今天就講到這裏 阿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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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铁铁铁建造秘宝 为众生愿实必行 众生要多青年 多美多佛 永在你身边 大佳年平发 必须缘 伺生总的痛快 我唱歌 我唱歌